等生教练让开 你再看一下我的状态 他一正挫肯定在正手 我的意识就在正手看着他 一撇就在我反手 像这个发现我就往外撇的比较多 不撇他戳不到反手 生教练你发完你让开 让大家看到我击球形态 你看我板不撇 我是接不到反手的 我板形一定要撇 我一旦平戳 我是让你们看得清楚 肯定持旋转 懂吗 这勾手的魅力就在这里 我勾着戳 更在这里 就完全持旋转了 我就着他戳 我反手被牵制住了 我上慢了 被牵制住了 我上慢了 下降点戳 你就在这冲他就行了 就在这等着冲 我给大家做几次示范 我盯他的肌球弦形态 反手 百分之百反手 他板形一这样放我就知道 对 我往里撇着 球形 肯定在这里 你看他没戳球就知道在这里 是的 就通过他的板形 直拍可以 你看直拍他也非常明确 如果说他正戳也是一个道理 你就在正手看着 如果他掉过来这样戳 你就看反手 对吧 他直拍可以这样戳 我理解你的意思 你看七伟们 直拍正手位可以有这个拍形 直拍一样 你看我正戳和勾着戳 他说老师我重心上多一点 我摆 我这样去戳 反手吗 给正手 你就看反手 他掉过来用反手戳 你就看反手就行了 大家看怎么预判 我已经在反手等着他了 可以注意一下我这两个拍形 有没有不一样 看一下森教练的板形 看他的板形 我们来决定区域 看我两个板形 正手 肯定正手 对 记录前我好像已经判断好了 再看 我让开 反手 就是他碰球前的形态 你就知道在哪了 你就简单了 是的 再来一次 正手 对 肯定正手 正手 这球肯定是正手 再来 反手 就他没碰前 你就知道是在哪 俄球们 如果你有条件 你允许的 你用反手发 练勾手 练逆向 都行 就我建议 正手多发逆向 正手区域多发逆向 顺向好接 好合力 我们 我要不给大家交个机场 好 交完发完机场后的那个战术 好 对 这就是配套了吗 对 短的长的一定要配套 对 球们 我先说从反手 我发反手长 球们 如果你的对手 基本功一般 就我经常教他的重心 和接发球的脚步 他一般 或者是他反手很差 或者是直排的单面功的 记住王教练 刚才的这套战术 特别实用 多发长的 我勾手长的 左侧下长的 多发长的 再牵制正手短的 平的不断都可以 就是你发长的以后 一定记住 就这几种人群 有人问球 基本功比较差 基本功比较差 然后他反手比较差 甚至是他单面的人 多发长的 牵制他 再配合正手短 那么球们 我给大家 咱们讨论一下 我发完 反手长 肯定最担心的一个事 就是他打我 对不对 他有水平的 他反手打我 正手打我 对不对 最担心的肯定是打我 我跟身教练 教大家一个窍门 我一定发完长的 身教练 咱俩一起回答 咱们最担心什么 别人打我们 我们是准备快的 对 直接起板 因为质量比较高的一个 速度比较快 质量比较高的一个起板 对 球们 如果你发完极长的侧上或侧下 他能把这个球 劈出来顶的这种 快速的这种 搓出来的球 是不可能的 只有我拉球 身教练 发一个长的 看我拉球 我能抽出这个速度来 就让人一懵的感觉 这么快 你看他搓球 他水平再高 这个球的球速都是慢的 看我啊 你看 我再搓得再好 我这个球能搓出冲的感觉吗 就暴冲的球速 是搓不出来的 就是我搓得再好 他也就是平稳的加速 他不会说出这种 极致的加速 那么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跟身教练告诉大家 第一意思 发完极长 大还原 看速度 就大还原 看速度 举例子啊 是身教练拉我啊 看我大还原 看速度 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看他的速度 也就是说 我发完极长 他再搓的时候 我现抢都来得及 对对对 明白了吗 先看速度 先看速度 再凶一点啊 再凶一点 发极长 你先大还原 先看速度 球们一定要理解王教练说的啊 你发完极长 第一件事情 大还原 身前护主 不要到身后 身后你是追不上球的 你的手的摆幅速度 是追不上球的 你要用身前来压 直接用重心来看速度 对 第一意识看速度 那么如果说 我发完极长 他现搓 咱们看一下的球速啊 你看看到球速了吗 我已经最快点就搓了 对最快的点 然后你再看我该干嘛啊 准备快的 现短时间都来得及 是这个意思啊 有充分的时间 对 我先看快的 现调位置 调一步的时间的位置 是肯定有的 我先准备快的 求求看啊 先防速度 调一步拉 对 这个时间是有的 再看一次 我先看速度啊 发完球 我先看速度 调一步 再拉 这个时间是有的 或者是回缩都有的 对 特别人 我先看速度 跃到 关于 随便 线 轻便 写 来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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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